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 我是许荣江 中台杜苏瑞暴风军 今天下午已经接触到台湾陆地 花莲地区是风强雨大 不过这个台风行进的速度 好像有一点慢 甚至是蛇行 甚至还有报道说 可能回马枪从台东登陆 所以会对台湾的影响 会加长加剧吗 今天很高兴 能够邀请到气象专家林佳凯 来跟大家说明 来 欢迎佳凯 中江 观众朋友大家好 来 凯哥 我们现在的台风 目前最新的状况是如何 今天有一段时间 因为它接近菲律宾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里有一段时间 因为菲律宾地形的影响 它这一段时间 比较偏细的方向移动 那菲律宾地形 这边有一个凹槽 所以它也稍微凹下去的移动 在这一段时间 它有一段时间在原地打转 但是它已经离开这边的环境场了 开始往西北的方向移动上来了 所以暴风圈 已经把这个恒春给包含进去了 这个接下来 再往西北的方向移动上来 那暴风圈就略过 大概是花莲 台东 还有南部 中部虽然在它的暴风圈的边缘 但是因为风这样子吹 所以中部中央山脉挡着 中部的雨大致上并不多 那接下来再往北的方向移动 以我们台湾整体而言 距离台风中心最近的 第一个就是金门 第二个就是澎湖 所以这两个外岛地区的朋友 可能到了这个礼拜四的晚上 到礼拜五的清晨 要特别注意 礼拜六的一大早 可能台风中心就登陆上去了 受到地形的破坏强度 应该会减弱很快 所以主要影响台湾的时间 大概今天晚上开始 到礼拜四一整天 那影响比较大的地方 南部还有东半部 差不多云林以北 这个降雨就不是那么的大了 那大台北这一带 因为地形的影响 这个有时候偏东风比较容易吹进来 正风比较大一点 现在还有一点迹象显示是说 当它西北上来的时候 受到台湾地形的影响 它似乎是有一段时间 可能会走正北 正北的上来 然后再回到原来 陆陆境 这个也是地形的影响 那如果正北的方向上来的话 距离南部就比较近 这一个强风区 有可能就会从沿海这边过 所以等到了 这个差不多明天的下午 明天晚上 再来注意看 会不会有正北的方向 移动上来 那风雨状况 因为今天看起来 花莲地形的风强雨大 包括东部或说南部的民众 要特别注意防台措施 对 没错 那这个东部的雨感觉比较大 还不是暴风圈进来 今天是对流雨进来 对流雨进来 有时候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 我们来看一看卫星图 我再来看一看这个台风的强度 这个台风接近菲律宾的时候 地形的影响 所以台风也不见了 代表它的强度 你看原本这个台风也很锐利 有没有 在这边菲律宾北边的地形 在这边绕了一圈 也不见了 那离开了菲律宾陆地以后 这个也慢慢的会再出现 所以大概就是以中度台风的上限 比较强的这一个状况 然后通过我们台湾附近 真正开始减弱 可能到台湾海峡南部 右边是台湾 左边是中国大陆 这个时候可能它的强度还会在减弱 所以在北上的过程当中 这一段时间 大概就维持中度台风的上限 然后暴风圈掠过我们台湾这边 今天进来的都是外围的这些云层 真正厚实的云层在这里 所以也会陆续进来 那降雨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看好了 这是今天累积降雨量预估的情形 7月23号礼拜三 这是今天 东半部这边的雨相当的多 我们看到 有没有 特别是这边雨很多 接下来南部这边雨也增多 这个应该是礼拜四来 明天的27号 礼拜四的 我们看到台南 台南在这里 高雄在这里 屏东在这里 这个雨都增加很多 当然南部的雨 没有像东部的雨这么多 这个是紫色里面包含的白色 紫色里面包含的白色 24小时累积降雨量 有可能就超过300毫米了 这个是首当其冲的地方 另外一个就是南部 我们刚刚提到的云林 云林在这里 云林以北的平地降雨量就没那么多 所以第一个 第一级的警戒区大概就是 东部 花东 还有屏东比较靠近东边的地方 第二级的警戒区就是 屏东 高雄 还有不要忘记北边这边 我们看到 这个宜兰南边南澳这边 雨量也不少 再来 就是台南 那明天感觉 这两张图比较起来 降雨就差很多了 但是还是有红色的 那这里面的降雨应该大部分都是下载礼拜五的清晨 礼拜五的早上刚刚提到台风中心登陆上去了 减弱了这个降雨应该都减少很多了 今天有个报道说 这个台风有可能回马枪从台东登陆 真的假的啊 大家看着会吓一跳 对这个就是我们要呼吁大家的 就是说现在网路上面的消息很多 那我们看到什么消息可能自己要消化一下 如果有在盯这个台风的话 我们看这个路径好了 这一条绿色的这一条颜色 这个是加拿大的这个预报的路径 这一条路径从这个台风 一开始我们关注到现在为止 预报的路径都是最偏右边的 所以它是最右边的 这个应该是不出乎预料之外了 而且这几条路径 我们也不能讲说它不够成熟 因为它如果不够成熟的话 它不会在这个网站里面出现 这里面网站里面出现的 基本上都是已经够成熟的 但是就这几条路径来讲 这几个国家的预报来讲 它的准确度也的确是比其他国家还要低 最准确的第一个 就是我们讲红色的这一条 红色这一条 这个是欧洲模式 再来就是这个浅绿色的 没有像这个深绿色 浅绿色的这个 这个是美国海军的资料 美国海军的资料 这两个都还算是比较准的 另外美国还有一个 就是粉红色的这一个 这个是 对这个是环境预报中心的资料 这几个都事实上都还算 最准的应该还是欧洲跟美军 美国海军 这个是最准的 他们就比较靠近这一边 但是全球模式基本上 没有办法做出来说 靠近台湾的时候 是不是因为地形的影响 比较偏北 这一段就是我说 明天必须要去关注的 那一小段 这个加海详细的说明 非常谢谢 当然南部地区的民众 防台措施还要准备 对 没错 也非常谢谢 这个加海详细的说明 北流1.9亿的争议款引爆 柯蒋市府隔空交火 柯文哲昨天拍影片说明争议 表示我盖我负责 监院要查我不怕 他对历史负责 还说蒋万安编列明年预算是不对的 北市府发言人就反问柯文哲了 如果拍影片能够解决问题 很多问题早就解决了 还抢柯文哲过去的发言 常自相矛盾 柯蒋互抢代表蓝军对柯文哲开战吗 北流争议到底是柯文哲所说的 他解决17年来的问题 还是问题重生他制造出来的烂摊子呢 今天我们有真凭实据来还原真相 柯文哲的执政成绩是好还是坏 同时今天又有最新的美丽岛民调 赖清德35% 柯文哲24% 侯友宜19% 柯文哲在76游行后 大幅下降4.6% 尤其在40岁以下的支持度 被赖清德拉近 甚至戏卡都 柯文哲在20到29岁的支持度 竟然首度被赖清德超越 年轻人发现什么 态度转向吗 还有另一份民调 国民党的传统铁标军公教 没有取得领先 反而是赖清德占有优势 怎么会这样子呢 军公教认同赖清德的执政吗 赖营推出的内政三支箭 希望以稳健执政拉开差距 对比蓝营在723拳戴会后 似乎更加的混乱 金普聪上节目说 不知道朱立伦推什么执政大联盟 看不起罗志强在最安全的选区 搞把戏 那邱毅是骂金普聪 挑软四子攻击 那侯伴的发言人 黄子哲是批评陈玉珍争乱 只会让人看笑话 蓝营乱到不行 对岸的中国则是暗潮汹涌 外长秦刚神隐一个月 昨天中共突然开人大常委会议 免除秦刚外长一职 由王毅回国就任惊动国际社会 中国内部出现什么样的危机呢 最新情势发展 这节目中都有深入的分析 先叫来宾 首先是民进党新北市议员 周冠廷 宗强哥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再次民进党台北市议员 简淑培 宗强哥好 大家好 台湾智库策略长 王毅川 大家好 好 再次国民党发言人 肖静岩 宗强哥好 大家晚安 台湾智库议员 徐青黄 宗强好 大家好 再次政治会教授 范世平 宗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来关心台北流行 音乐中心1.9亿的工程款争议 现在演变成 前后任市府在护杠 那到底谁说的有道理呢 这个所谓的烂摊子 有冤枉柯文哲吗 那我们看到柯文哲 昨天在脸书 特别就拍了一段影片 说明整个过程 他强调 北流呢 我盖 我负责监院要查 我也不怕 他要对历史负责 柯市府到底有没有负责呢 还是都是别人的问题呢 来请教青黄 整个的过程 柯文哲说的有道理吗 我觉得柯文哲讲的 其实没有道理 但是他现在想要用 这个我盖的 我负责用这种方式 把他给带过这个议题 可是这种方式 显然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没有用 因为今天跳出来 打脸柯文哲的是谁 就是台北市政府自己 所以台北市政府就讲说 拍影片不能解决问题 而且仲将再去想一件事情 针对柯文哲北流的争议事件 跳出来做懒人包的那位市议员是谁 是国民党的台北市市议员张维元 他制作了懒人包 然后告诉大家 这个1.9亿 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所以很显然 现在是蒋万安市政府 跟柯文哲方面呢 就这1.9亿的烂摊子 这件事情呢 两边的说法看起来有出入嘛 所以到底问题是怎么来的 这个其实还是要还原一下状况 所以还是要讲清楚 整个北流的大事迹呢 现在最大的争议 就是这1.9亿到底是怎么来的 而且这1.9亿呢 被民众党的民代 把它拍成影片 这影片还讲成什么呢 讲成说 吴思瑶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因为他是台北市的立法委员嘛 他说吴思瑶也支持 中央要帮北流买单啊 哇 这个影片呢 被民众党的民代拍出来之后呢 吴思瑶对这件事情呢 是非常的不高兴 为什么 因为你等于被扭曲了嘛 为什么被扭曲了 吴思瑶支持的中央要为北流买单 是买单什么时候 买单的是2018年的时候 所提出来的 所以你看 这是整个北流的大事迹哦 这个案子是在马英九执政的时候 爱台12项建设里面 所提出来的 当时核定经费是45亿 然后呢 当吴思瑶当立委 2016年的时候呢 就在帮台北市政府讲话 要争取预算 到了2018年的时候呢 当时呢 吴思瑶 连我们小巨人 简舒培呢 一样都替北流讲话 希望这个预算呢 中央可以支持他 所以即便预算增加了 这个15亿 到了60.79亿呢 后来赖清德 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一样核准了这笔钱下去 所以 所谓的吴思瑶 支持中央买单 北流这件事情呢 指的是2018年 跟这1.9亿 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1.9亿是怎么来的 好 我们现在来讲1.9亿是怎么来的 1.9亿怎么来的 是根据当时呢 在2018年的时候 柯文哲呢 等于把南基地的预算 挪用到北基地区的时候呢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有一笔预算 是中央没有同意的 然后柯文哲先用了 所以你看 国民党的台北市市议员 这个张维元 po在脸书上 他怎么讲 他说因为中央当时没有核准 柯文哲就失作了 所以文化部当时不愿拨款 柯文哲为了等款项 多次分拆标案 变更设计 那你去想一件事情中将 办理变更设计 多次分拆标案 你会不会导致时间会变长 会嘛 那时间变长的话 对这些相关的建筑师事务所也好 对工程管理公司来讲 你的整个时间变长了 我的成本会增加 我请的人也 时间也要增加 这些人事费 公务务员费 工程费通通都要增加 工程严当成本就出来了 是成本就出来了 所以呢 当时针对整个工期展颜的 建筑师事务所 他求偿超过1亿5000万 然后另外一家 是求偿3000多万 那有没有资料可以证明 有 我们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当时台北市市政府呢 他所发出来的函 发给文化部 那这个函呢 为什么要给文化部 因为他在去年 这个6月的时候呢 发给文化部 希望文化部呢 这个人家跟我求偿的钱呢 1亿9000万 请你文化部呢 这笔钱给我吧 给我吧 所以你看 在这里面怎么写的 他写说这笔 1亿9252万6110元 第一笔是来自哪里 增加几副专案管理技术 服务厂商的费用 服务费是 3545872块 另外一笔呢 是这个规划设计 跟这个监造技术 服务厂商的服务费 是1亿5707万 5238块 所以两笔加起来 就是1亿9000多万 是这样来的 所以从台北市政府 去年柯文哲 还在当市长的时候 去年6月的文 你就可以看到 这是当时他们跟厂商 调解之后的金额 你说这个文是去年 去年6月的时候 产生了这笔1.9亿 对 因为这个时候呢 台北市市政府 柯文哲在当市长的时候 已经跟厂商之间呢 透过调解 确定了这个金额 所以去年的4月 跟去年的6月 确定完调解金额之后 去年的台北市政府 才在6月的时候 发这个文给文化部啦 跟文化部说 这个钱你给我啦 那可是文化部 怎么告诉他的 文化部回他的文 在这个地方 文化部回他的文里面 在这个地方 他讲得很清楚 他说 这个我们跟台北市政府之间 文化部跟台北市政府之间 有一份叫代办协议书 代办协议书里面 第5条写说 这个代办的工程 费用以核定预算为限 什么叫核定预算为限 意思就是说 给你60亿 让你60亿 你就是在60亿的范围内 把它盖好 那你不能说 你花的钱 花到62亿的之后 花到65亿的之后 你回来找我说 文化部文化部 我都花了5亿 5亿你要给我 仲将你想想看 如果大家都可以 像这样子无限的 一直把经费 我追加追加再追加的话 那国家的政府预算 是要怎么控制 所以你这个案子 当初已经从45亿 增加到了60亿 而当时的赖清德院长 他也同意了这笔预算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你就是在60亿的范围内 把它给盖出来完成 可是你这笔 多出来的费用 跟我本来文化部 跟你谈好的 代办协议书里面 讲的不一样 而且我里面告诉你很清楚 以核定预算为限 那你现在怎么会突然 跑来告诉我说 这个多了这笔 1.9亿 要我文化部帮你出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他里面讲说 你这个代办协议书 第八条规定说 在委托代办范围内 你要尽善良管理人的责任 什么意思呢 你要控制你的预算 你又一直变更设计 你又拆这些标案出去 然后导致你的供期增加 然后导致你的厂商 跟你求偿 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来跟我这个要这个钱 请问文化部 如果就这样给你这个钱的话 那到底是谁失职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文化部就告诉你 这整个的时间拉长呢 在这里无法排除 贵府台北市政府的责任 所以文化部是不愿意 为这笔钱买单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台北市政府 跟我们讲的这个厂商之间 跟建筑市事务所之间 他们两个就调解事务里面的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讲得更清楚哦 这个文件呢 我们刚刚是不是有提到 这个因为柯文哲的关系呢 然后他挪用了一些项目 然后呢 没有文化部同意 所以他分拆了标案 所以他变更了设计 结果你看 在调解这个文里面讲什么 他里面也提到一些类似的事项 他提到什么呢 他说哦 你看在这里哦 他特别提到 北部流行音乐中心的工程呢 他遇到所谓的他造当事人 就是台北市政府啦 他说把它分为 北基地连续壁工程 北基地工程 北基地的零星标 然后跟南基地工程等四个标案 而且在关键在这里 各分标工程于施工中 接办多次的变更设计 所以这个是厂商 就是建筑事务所提出来的话 所以他还告诉你说 这些工程里面 你看很多有展颜哦 像北基地展颜了106日 南基地展颜了597日 南基地的工程展颜了300多日 南基地的产业馆展颜了555日 所以你看到厂商在抱怨什么 抱怨你展颜 抱怨你变更设计嘛 所以光是这个建筑事务所 他求偿的费用呢 就高达1亿5707万 5238块钱 所以你可以看到厂商 有没有讲那样的话 有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国民党的市议员张委员讲说 这个因为柯文哲的关系 多次办理标案的分拆 跟变更设计的部分 所以导致厂商来做这个求偿 所以两家厂商求偿了 1亿9千多万这件事情 看起来两边讲的是有吻合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会发现 这个1亿9千多万请问是怎么造成的 看起来跟柯文哲的分拆和变更设计 是有关系的 因为都在柯政府任内嘛 然后你再看一件事 这个也是文化部的文里面讲的 这里面他就告诉你 你看他这里面提到什么 文化部给台北市政府的文提到说 北基地的新增舞台附属工程 跟南基地的第四次到第六次的变更设计 军系贵府台北市政府 于原先设计核定前 未能完善规划 而且确认实际需求 然后之后才提出变更设计 导致整个监造专管时间延长嘛 所以他就告诉你 这些项目是存在的 那换言之 假设是如此的话 那对柯文哲来讲 难道没有责任吗 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 如果这个责任是柯文哲的 柯文哲现在还跳出来告诉你说 这个我盖的我负责 那所以台北市政府当然就问他嘛 那你能负什么责嘛 你现在不是市长了嘛 所以如果拍影片就能解决问题的话 那请问这个状况 能够解决这1.9亿吗 显然柯文哲就算拍了 我盖的我负责 这1.9亿的问题 也不是柯文哲能够负责的 对的确柯文哲现在到底是负责了什么 如果如他所说 他是解决了17年的问题 但是看起来整个的过程 这个工程的延荡 是因为变更设计 然后后来导致这个成本的增加 所以都是在他任内所产生出来的问题 最后多出了那1.9亿 然后现在呢 柯文哲是要这个文化部 要买单要付钱来一串凶 那看起来柯文哲是知道问题吗 他是解决问题 而且他说那个最后的一笔 是去年的8月公文 拖到今年7月才回函 他说中央政府效能太差了 公文拖了一年 如果早点回函 他就能在任内用二倍金来解决 所以是怎么样 所有的问题都是别人问题 都不是柯市府的问题 柯文哲在这件事情上显然是说谎 中央教地方的公文不是这样处理的 地方要发一个公文给中央说 要求你给我補助 不是没事写一封信给对方 这个事先已经经过多次的协调 台北市政府一定跑去跟文化部讲说 我们现在就缺这笔钱 你可不可以补助 经过这个协调之后 文化部已经跟他讲说不可能 你们上次从45变成60的那个公文 我就已经跟你们讲了 不可以展颜 不可以怎么样 不可以增加预算 不可以展颜 接下来的展颜跟增加预算 你们市政府要负责 我相信这个之前一定开过这个会 开完这个会之后 台北市政府就直接发个公文给文化部说 你要给我1.9亿 所以对中央来说奇怪 这样不是合团过 我没给你啊 你发这个公文给我干嘛 这个是柯文哲玩的这个文字游戏 第二个 这笔钱刚刚亲网讲得很清楚 这笔钱是因为多项工程的展颜 有一百多天了 有五百多天了 展颜你要的建筑师 要继续跟着这个工程走 专案管理PCM要继续跟着工程走 都有工程师 建筑师跟公司 在管理这个工程 这条纸要是没有人 所以这些厂商才提出来 要再多付1.9亿 好 1.9亿柯文哲可以用什么方法 当时他知道文化部不会给他钱 第一个 他就连底追加预算 他没有提 第二个拿他的预备金没有错 拿到预备金没有错 第三个 就是现在讲旺安讲的方法 你可以先电 市政府先把这笔钱 电出去之后 去跟中央要钱 如果中央不给钱 就市政府自己付 就是要垫付 就是现在讲旺安讲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先垫付 我们先借就可以了 先垫出去 等到后面的钱 有进来 那这条 这条账 就可以冲掉了 所以讲旺安讲的 才是实情 对这个案子来说 那柯文哲现在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就是说 中央不给他钱 这笔钱中央绝对不会给 因为如果中央给了 以后中央对地方的补助 所有工程的时效 等于一直拖一直拖 一直拖钱 那中央就没完没了 国民党里面不要再换猴了啦 我现在要帮侯友宜讲话 他是有潜力的 可以往上走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里面 不要再讲那些什么 换猴什么正义兄弟 你们太没有远见了 金小刀还是厉害的 让侯友宜从安宁病房 现在变成加护病房